誰敢那時候打乃哥啊 找死啦 書尾那個時候吃橘子吧 那我很討厭橘子 我們就打起來 坐在唱片公園樓梯上哭 你有哭過啊 你沒有打到哭 等一下 是不是好酥喔 超熱自爆威橘子與書尾 互惡打書躲 樓梯間痛哭糟糕 你好弱 你們現在是可以咬到腹 這件事 當然可以 他想問那個 你們那時候是不是不好 對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不好 你們不應該讓我跟牛奶排在一起 和互相較勁 一直踹來踹去 Energy時隔20多年在合體 還宣布要公彈開場 日前在記者會上 Toro認了 曾與牛奶鬧不合 接受新新聞訪問也透露 出道當時 也參看書尾不順眼 有到打架嗎 有啊 有 有啊 兩個所有 我沒有啦 你沒還手 會不會攔住 誰敢那時候打乃哥啊 找死啦 那時候打乃哥現在就不會坐在這裡了 筋肉人 你等級不到那不會去挑戰那個 越級打怪 你知道嗎 你去看輕量級去打重量級合理嗎 乃哥以前 手臂比他的腿還粗 以前都用手在走路的 以前真的 那時候練得比較 重 Toro跟書外有打架嗎 有以前 有 剛剛組團的 坐在唱片公園樓梯上哭 你有哭嗎 沒有打到粗 等一下 你好錯哦 以前是當室友尊嚴的問題哦 你哭你為什麼不講呢 不是被 那下次我出手輕一點嘛 不是被打到哭 What's happening 書尾那個時候吃橘子吧 那我很討厭橘子 我們就打起來 還是什麼我打噴嚏噴到你 你說 Toro哥啊 要不要講對不起啊 等一下等一下 我還是聽不太懂 你說書尾吃橘子 然後你在樓裡一哭 你能哭的原因是因為 不是 不是 工作員不要誤導 誤導這個訪問 他哭的點是 他叫書尾不要拿橘子 但是書尾就是拿著橘子 所以他就哭了 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之間為什麼要這樣子 所以現在是不會吵架 不是說不會有吵架 會有 應該有很多不一樣 要吵起來之前 我們就是想辦法 讓他不要吵起來 你們現在回去看這些 會覺得以前真的太幼稚嗎 劉娜有說過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們是 二十年前的身體狀態 但是是現在的腦袋 那該有多好 對 我覺得 應該不會說 用幼稚這兩個字 我覺得 以前比較不懂事 就比較不會想那麼多 比較不會替對方想 我覺得這一次 複合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 體驗到蠻深刻一點 就是其實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為彼此去著想 蠻多事情的 對 他真的是長大了 我好奇 如果我現在要什麼 Energy的團魂 我們會怎麼是 橘子 對不是我 橘子是他太太 不是我們團魂 橘子是我個人的團魂 對 橘子是他個人的 我還是一樣 我用比較理工難的解釋方法 好不好 Energy代表能量 能量是不滅的 它會轉化成任何的形式 但是我們 我們終究還是回來了